威力巨大的台风海贝斯加带狂风暴雨 在东京的南部登陆 重创日本多个地区 至今已经造成至少35个人死亡 11个人失踪 187个人受伤 另外还有17万人被疏散 有消息指出 一艘巴拿马注册的货船 在川崎市附近沉没 造成5个人死亡 强风大作 暴雨成灾 河流溃堤 洪水一息之间将接到淹没成河 虽然海贝斯已经转落为热带低气压 并远离日本 但是洪水一时还无法退去 日本到处依然是汪洋一片 防止浸泡水中 数十万户家庭失去水电供应 当局出动超过10万名搜救人员 包括三万一千名自卫队员 连夜救出来不及撤离的受困灾民 海贝斯在日本中部和东部地区 也引发山林倾泻和洪水 多处的降雨量刷新季度 在长野 磁城 福岛多个县市 一些铁渡桥梁坍塌 新干线车厂受到波及 部分列车受损 另外有消息指出 一艘停泊在川崎市的巴拿马注册货船 为了躲避台风 最终意外翻覆沉没 船上当时载有13名船员 有5名中国籍船员不幸丧生 恶劣天气也迫使800多趟日本国内航班 被迫取消 大批旅客滞留机场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承诺 将竭尽全地和灾民携手 共渡难关 台风海贝斯的风力减弱 离开日本之后 救援队伍正在加紧搜救受困灾民 然而在福岛县的一个救援行动中 却传出致命意外 一名救援人员一时疏忽 导致一名77岁的老妇人 从高空40米坠落地面 老妇人送院后宣告不治 无幸丧命的77岁老妇 因为住家淹水而受困家中 搜救队伍接到求救通知 出动直升机展开救援 出事前只见救援人员 抱着老妇吊挂升空 眼看两人准备爬上直升机的时候 相信是一时疏忽 救援人员竟然忘了 将老妇人身上的安全绳索 挂上挂钩 结果手一松 老妇瞬间变从40米高的 半空坠落地面 可怕的这一幕 被附近的居民拍下视频 事发后死者被发现时 证实已经断气 经过抢救仍宣告不治 东京消防厅事发后 立即召开记者会致歉 承认有关的救援行动 出现安全程序上的失误